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俄羅斯外長拉夫洛夫 二號在印度舉行的G20外長會議 是短暫的來會晤 布林肯重申對烏克蘭的資源 要多久就多久 而拉夫洛夫指責西方國家 造成了全球政治與經濟危機 所以說不會與中俄外長會面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G20會議中 還是與俄羅斯外長拉夫洛夫短暫會晤 根據俄羅斯媒體報導 兩人在閉門會議結束時 移動式屈前短暫交談不到十分鐘 沒有進行任何談判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 美方並不期望在短時間內 與俄羅斯進一步正式高層對話 也不認為這個短暫接觸 會讓俄羅斯改變態度 稍早G20外長會議上 美國與歐洲盟友為結束恩務衝突 持續向莫斯科施壓 俄方反指舉團體議程變成鬧劇一場 東道主印度證實這一次 G20沒能達成聯合聲明 印度外長蘇傑森表示 印與烏克蘭在戰爭問題上分歧 無法在各方堅持立場下進行協調 這次會議印度試圖強調戰爭影響經濟 拒絕怪罪俄羅斯並尋求外交管道解方 還增加對俄羅斯石油的採購 公視新聞黃韻玲編譯